現在大概是六點多 然後為什麼要早起呢 因為我今天要去退換自己的支票 今天有實現了齁 不要再說我跳票 表妹不在啊 信用 表妹會自己再安排一天 好 今天帶那個洛基朋友來爬山 今天推薦成功 然後還有就是爬金面山 來尋寶 然後第三個目標 就是看看這條步驟 可以讓我消耗多少卡路里 根本還不叫十分鐘 他就這樣 完了完了 今天應該 下山應該就晚上了吧 我猜 因為要往上坡的 沒辦法 希望我這個朋友不要掛在路上 我背模樣不錯啦 呵呵 如果他掛在路上的話 我就完蛋了 他就休息了 吐一輪 對啊 喝太多水了 你看吧 我就說不要喝太猛 欸 你真的是新手的一個很好的教材耶 我覺得下次跟他來啦 我覺得 我覺得我應該真的要帶個火鍋來煮 大部分的時間真的是在等他 再等他 等到天荒地老 幸好這條步道真的風景很好 可以看到101還有飛機起飛 這條路徑安全也具備挑戰 非常的好玩 甚至又可以看到這一隻可愛又親人的貓咪 當然還有尋寶任務 首先呢 打開健行筆記的APP 看到最下面的有一個任務的選項 點進去之後就可以看到3.40週年會員大眾軸 填入活動密碼之後 就可以選擇你喜歡的登山步道 總共有10條 那我們今天也消耗了869卡 然後收集5個寶物 快速講一下心得 直接點 直接點喔 這不是初學的可以爬的山 只是真的爬 攀一眼的爬 爬爬第三眼就好了 就在隔壁而已 呵呵呵 我的心得 起早站的人真的不要來 10倍 10倍的力氣爬上去 金嫂真的不要來 好好好 好啦 那這個影片就到此結束 然後喜歡的話就是 Take你洛基的朋友 一起邀他來登山巡訪 下次見 Bye